繼續回到生活阿哥哥說在地的故事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台中文史復興組合 台中文史復興組合到底是什麼樣子的組合呢 我們特別為您邀請到格魯克來到節目當中 跟大家聊一聊主要是我們中部地區的聚落鐵道 還有蔗糖文化發展故事 Hello 你好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台中文史復興組合 台中文史復興組合其實我們原本不是這個名字 原本是叫做櫻丁 櫻丁 什麼名字 櫻花的櫻是不是 它其實是一個還蠻美的名字 但是它是日本人賦予它的 那它是後車站行政啊這個後來的一個名稱 行政區域的一個名稱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用櫻花櫻花這個字 以前那裡有很多櫻花嗎 應該算是說日本他們直接移植了他們的東西過來 它可能跟在地比較沒有這麼直接的關係 哦 就是他們可能覺得說我們就喜歡櫻花啊 搞不好這裡就看不到那種 三月四月那種滿意的櫻花 所以我就把這些想像成 我可能是日本某一個城市 然後就用櫻來幫它取名 這就是Sacra 對或許是名字之類的啦 然後就把它移植在這個行政區 那所以我們一開始叫櫻丁四底墨 也就是我們想要從後車站的故事開始談論 那也是我們想要找回關於台中的故事 那後來我們希望說 一整個舊市區作為一個找故事的一個區域 然後希望找回這個舊市區 好像大家都只是路過台中路過 那我們看到好像這東西有點熟悉 甚至我們住在台中市區很久的人 好像每個東西都是很片段的了解 所以我們也是試圖想要用一種方式 把它連在一起 我們如何找到一種認識台中的方式 那像我們可能常常就是會被問說 那你們台中有什麼好玩的 好像講的東西都是百貨公司這類的 或是比較消費性的場所 但到底台中的靈魂是在哪裡 或台中這個名字怎麼開始的 其實就要可以從這個開始談論起 台中 因鐵大而興起 老街竹 有了新幸福 有了新幸福 老合成 有了新樣貌 老地方 有了新發展 老日子 有了新呼吸 老所在 有了新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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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過去以前有一個復興路橋 那經過的時候會看到它 你好像有一片湖泊的東西 然後中間有個小房子 怎麼會再湖泊的這種東西 那看起來好像有點夢幻夢幻 但是又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因為以前就要過那個路橋 可是新路橋沒有 對 現在路橋沒有 所以我們其實就變成一個鐵坪 那大家可能就不知道說 好像一片空地 可是不知道那裡是什麼 那個就是以前很重要的製糖廠 喔 糖廠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們都會去那邊買紅豆冰 然後吃紅豆 然後在裡面玩遊戲 因為它會 就我是屏東人 然後我們屏東的糖廠 就是有很大的一片草地 就有點像是一個大學校園 對對對 其實台中的也是這樣子 喔 也是嗎 其實每個糖廠 幾乎都是小時候或長輩 台灣人的記憶 對 甚至裡面是有澡堂的 那它其實是有一段 比較愛上的故事 說來聽聽 這個可以說是 台中秋紅谷的第一代 秋紅谷的第一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一段故事 它其實就是 這個開發失敗 所留下來的一個制烘池 其實那時候也是要做成一個 就是要開發成中華城的 一個購物上場 但是也是開發失敗之後 經過幾次台風 然後又挖到地下水 之後 湖泊就從此不甘苦 但也因禍得福 然後這個市政府 就把它順勢變成了 現在的這樣一個生態公園 然後結合 要談論過去台中的產業 對 因為其實後車站 檀廠 然後甚至這個 我告訴大家 它不只是載著物產 它也載著人們的生活 它是日時期的帝國製糖廠 台中營業所 見證了製糖產業的興盛時期 在結束製糖產業後 被遺忘了二十多個年頭 爸爸媽媽都摘糖醬 摘下來了 大家說 我只要一間工廠 這樣 這樣 感情 那大間 一直沒去 當地里長形容 兒時的記憶裡 糖廠流出來的水 都是甜的 二十三公頃的土地 曾經是財團眼中的寶地 卻因為糾紛不斷 始終未能順利開發 現在台中市文化局 要結合湖濱生態池 營業所整修後 設置產業故事館 讓它成為東區的新亮點 剛才你有提到一個 綠空鐵道 我很好奇 綠空鐵道的話 它其實連結的地方 就是從剛才我們講的糖廠 那往南的話 到哪裡呢 就是以前的行物所 行物所那邊 就是或是說我們會講 它叫做台中監獄的一個區域 就是光明國中 現在是光明國中 現在是延武場 對 延武場 好 所以就是從 原本那個復興路橋那裡 對 差不多是在那個地方 鬼樂業路左右 然後就這樣開開開開開 開到就是大概到光明國中那邊 就是延武場那邊 總共大概是1.6公里的距離 那這一段距離 其實剛好也是 台中市區發展最精華的地方 對對對 那等於是說 日後就是重整 因為以前就是鐵道經過的嘛 那現在整個就是高架橋之後 那一塊可能就沒有使用了是不是 對 它就變成是開放成 我們人在上面可以走的一個空間 那其實過去 我們在台中市區走的時候 會發現好像車子很多 或者是我們人車正道 我們沒有一個好的 一個認識台中 或行走步行的方式 那未來走在上面 我們不用過馬路 就可以走在安全的走在上面 那也是台中的一個特色 所以我們到時候就可能 從那邊為七點 其實不管你是過去或是過來 然後你就是慢慢慢慢走到那裡 然後在那附近也是有很多一些 舊的建築物 然後後來像文學館也是在那附近 你就是稍微再走多一點 它就是其實是一個連結 火車經過台中路的鐵橋發出轟龍巨響 這裡就是居民口中的灰牆樓康 居民對這個聲音有著滿滿的故事和回憶 年輕的一輩更希望用公民力量 把它保存下來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舊鐵道 它是一個立體的 它不是平面的鐵軌 它可以創造一個不間斷的 友善行人的空間 它剛好是一個軸線 它可以帶動整個舊城區 剛好是沒落的地方的發展 那如果未來這裡整個都不見了之後 我們要再把這個地方串連起來 會花很多的資源和金錢 去做這樣的重建 4月4號這一天 一群熱愛鐵道 和尋找失落台中記憶的人們 展開兩小時的步行活動 以鐵道為軸線 走訪淹沒在荒煙漫草的舊台中堂場 還有破敗卻充滿記憶的鐵道宿舍 他們想要喚起人們 對舊城區的最後記憶 台中堂場對於在地居民來講 它是一個回憶過去 然後保存記憶的這樣一個生活的地方 那對於台中來講 它是一個產業的遺產 述說台中的故事 那它不只是包含產業 它包含在地的生活 還有這樣的一個交通連結 這樣的一個脈絡 也甚至是跟台灣的一個連結 像是這個故宮的文物 的一個這段故事的相牽 那所以其實未來的話 我們希望說能夠留下 這樣子一個系統性的產業遺展 像是包含台中車站周邊 它能夠述說一個完整 台中現代化的故事 那麼多更多事 小型戶口 Integration 。